主播攸關何時普發六千的 以後特別條例即將在明天 障眼這個表決大戰 而在今天朝野是進行 最後一次的協商 國民黨團希望將這個普發金額 從六千提高到一萬 而這個時代力量則是希望能夠 設立所謂的排富條款 但是在協商之前 民進黨團的總召柯建民 就直接料話強調說 這個協商不會有結論 為什麼來聽看 了解一下就是說六千跟一萬 那現在有沒有共識 還是等一下還要再處理討論一下 應該不會有共識吧 你看看你就知道好不好 就是還是六千 對啦不會有共識吧 你認為陳忠諺的事情 有影響到賴心得嗎 你一定是想問這幾個假裝 你覺得會影響到嗎 有派信內報嗎 真的沒有 我們聽到科技美食特別提到 可以看得出來 目前行政院已經定調 就是普發金額是六千 不會再增加 因此呢 也就是在跪前 科技美食才會提到說 這個協商可能不會有結論 但是呢 大家注意的就是 行政院的前發言人陳忠諺 這個醜聞案呢 被指向是疑似民進黨內的派系 惡鬥對這種情況 科技美食強調 絕無此事 但是呢也有人質疑這個爆料的資料來源 其實就是檢調 而對於這樣的指控 法務部的次長陳明棠怎麼說 聽看 那個是有抬高檢統合處理好不好 那等抬高檢處理再說好不好 還是有抬高檢處理好不好 謝謝 有沒有洩漏了這個引擎 處理完以後再說好不好 那目前調查的進度 我現在不知道 你認為立委公佈這樣是對的嗎 我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好不好 是不是對事情很有意思 現在由抬高檢處理 以後再說好不好 對事情有沒有有意思 他們處理以後再說好不好 也好 有人想說是司法內鬥 不會不會 聽到對於關鍵的問題 包括是誰洩漏 以及何時會有調查進度 對於這樣的質疑 陳明棠都沒有給出答案 但是他強調 絕對沒有所謂的 這個檢調內鬥的情況 以上就是來自地板 整個情況的時間 交換給棚內主播 請支持TN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